看到伙伴掉进海里 光子赶紧伸手将它捞起来 可定睛一看 皮肤竟是紫红色 伙伴竟是只小海怪 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 小帅反手就是一个卖队友 眼睁睁地看着他在人类的围捕下 灰烈烈地溜走 回到家中 光子质问他为什么不说出真相 张志忠一杯开水泼到身上 这下秘密彻底暴露 如果你的伙伴是海怪 你会接受吗 光子选择了原谅 还劝小帅去给阿伟道歉 天台上 两个伙伴再次相见 一番真诚的话语后 他们联手重回赛场 为了防止小帅的身份暴露 阿伟还送出珍藏的潜水服 着实喜心 轮到第二关吃面 阿伟本不会用刀叉 但在光子的帮助下成功晋级 要我说 实在不行可以学去筷子吗 眼看渡过第三关骑车 将它胜券在握 可突然天降暴雨 为了身份不暴露 小帅只能躲在屋檐下 紧要关头 阿伟扛着一把大伞走来 这一下有希望 不过想赢 美一门 阿伯卑鄙的骑象阿伟 雨伞掉落 他也被雨水浇出了原形 为了不脱离队友 阿伟选择了自投罗网 看着眼前的兄弟 想想虚无缥缈的冠军 小帅在心中 已经做出了选择 骑上车 走你 两人一路逃跑 但身后一行人 喊着杀掉海怪 卑鄙的恶霑举起标签 正准备攻击时 却被公子拦下 虽然挡住攻击 自己却不小心摔倒在地 看到这一幕 即使不到五米就是大海 两人也选择停下 和小伙伴一起面对困难 小镇居民抓住时机 举起武器 向他们重重包围 什么意思 原来这件事让他们明白 水怪和人类一样 有情有爱动的互帮互助 从此以后 小镇居民开始接纳水怪 藏在居民中的 也不再隐藏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其实世界上 哪里有什么怪物 只要学会和平相处 互帮互助 一定能够赢得 更美好的未来